周五是巴黎圣母院大火三周年的日子 一支工匠大军仍在努力重建和恢复这座著名的地标性建筑 数百名天主教徒聚集在巴黎圣母院教堂前 进行耶稣受难日祈祷 但由于教堂内仍在施工重建 公众还不能进入 同一天在法国陆军将军让·路易·乔治林的陪同下 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前往巴黎圣母院 会见了重建工作的团队 马克龙称 我们生活在艰难的时代 大教堂的重建是希望的见证 我非常愿意 能够评认为他们的工作 然后在这段时间 我们出现疫情 和国际战争 都很难 这段时间也有评认为 我认为这段时间 我认为它有很多意义 它正在练习 法国历史一季首席建筑师 菲利普·维伦纽瓦 向马克龙总统展示了一座金工机雕像 一旦重建 这座雕像可以装饰拱门的顶部 2019年4月15日 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 整体建筑损毁严重 大部分顶部被烧毁 塔尖在大火中倒塌 由于中共病毒疫情 天气和潜污染问题 重建工作曾一再延迟 马克龙承诺 到2024年巴黎举办奥运会时 教堂将重新向信徒开放 新唐人记者李清宜 荣誉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